目前汽车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是什么车型? SUV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目前马来西亚市场上 6 款最火红的 SUV 车款 如果你是从轿车换去 SUV 的话 今天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 在八九十年代 SUV 在我国的代表 其实就像是 Mitsubishi Pajero Toyota Prado 还有 Land Cruiser 这些 还有 Fortuner 这种比较高版的乡型车 然后看起来就是安安桑桑这样子的印象 直到 2000 年左右的时候 Honda CR-V 还有 Nissan X-Rail 这一类 所谓的都会 SUV 就进入到我国市场 不过这些车款当时还是比较偏向粗犷的 然后内装用料方面也是比较偏向 SUV 就比较实际的感觉 直到后来的 Toyota Harrier 还有 Lexus RX 的出现 就开始改变了这个局面 渐渐的当消费者逐渐以 SUV 来取代轿车的时候 车厂也开始将这些轿车的元素注入到这些 SUV 车型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就以比较不同的方式 来为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市场上的 SUV 哪些比较偏向轿车 哪些又比较偏向硬派的 SUV 给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就做好一个心理建设 迎合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最适合你自己的车款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家用型的 SUV 也就是开起来还是比较像轿车的 SUV 在这方面我们先举出性价比最高的 也就是 Proton X70 了 其实这个 X70 就好像汽车界里面的小米手机 它拥有这个小米旗舰手机般的高规格 在配备方面不会输给 iPhone 可是价格就差了一大截 你并不需要去卖剩 就可以享有到这些很高 features 的配备 而在这方面其实原厂也是导入了 这个大量的智能科技来作为卖点和噱头 如果你这五年内都没有换过车的话 你肯定会给这些 features 哇 Surprise 啦 中国市场的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 其中一个很注意的因素就是豪华 也因此在吉利伯苑身上 他们就注入了很多这个豪华元素 又给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NBH 也是隔音表现 所以一登入这个 X70 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 哇 NAPA Leather 哇 哇 High Proton 哇 这样的感觉 当然也少不了这个从 Volvo 借来的先进技术 像是这个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只不过在驾驶感方面呢 这一台车其实是比较注重在乘坐性的 也就是要给你那种比较 premium 的感觉 原厂为了照顾这个舒适性 所以整辆车是比较偏高的 给到消费者要那种高视野的那种感觉 而在驾驶感方面呢就有所牺牲了 因为它的离地比较高 加上你整个人的坐姿也是偏高的 所以有时候你在开着这台车的时候 你会比较没有安全感 给不到你信心的感觉 幸好是在过完方面呢 它还调教到还蛮可以的 至少是比较稳定的啦 不过如果是说到这个驾驶感的方面呢 它是比较缺乏乐趣的 一切的这个回馈都是比较模糊 比较没有一种精准的感觉 那说到X70 的这个高科技 很多车主就对它的这个所谓的高科技主机有点意见 其实这个主机在原型车 也就是吉利伯爷身上呢 是非常的完整的 因为在中国他们是采用这个百度 来做platform 然后也有很多这种自主开发的APP 也因此在功能性上是非常的完整 也非常的好用的 只不过来到这里呢 因为要照顾这个三大民族的关系 所以这个主机就换成了英文的界面 加上百度在这里并不够完整 我们这里还是比较偏向Google 许多这个主流的APP也是 也因此这个主机来到这里呢 完整性方面就缺乏了一点 也少掉了许多功能 就只剩下那些语音功能这些的 所以就看接下来Proton 让你们有办法和我们这里的主流APP开发商合作 导入这些功能 提高这个主机的防止度 接下来就是Mazda的这个CX5 这一款车可以说是目前Mazda里面的其中一个主力产品 其实在还没有Sky Active技术的时候 Mazda 的这个CX车系 它表现算是普普通通啦 并没有什么特别 就只是高和大量而已 但是来到了这个Sky Active时代 CX5就拥有操控 动力以及节能这些优点 成功吸引到不少消费者 加上呢 它来到这一代车型还多了豪华和质感 在这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日本人在细节上的这个讲究 也吸引到不少买家 不过空间就是它的短板了 但在这方面呢 它所带来的也是最接近驾车的一个驾驶感受 如果你买这台车是做一个日常代步 平常是开去工作的话 基本上这一方面你算是赢5天输2天 就有5天你自己一个人开车是爽的 但是2天在这夹人的时候你就要给夹人干嘛 除了质感以外 CX5在外形方面也是算是最前卫的其中一个 我也觉得它在这个名单里面 驾驶感是最具乐趣的 至于在配备部分方面 除非你去到这个顶级版 不然是很难跟X70的性价比做比较的 相同的 X70的这个驾驶乐趣也不用和CX5相比 在价格方面 这个X70和CX5是相差一个三四万零级 就看你要不要把这个驾驶乐趣买下来 加上在油耗和操控方面呢 其实这个X70也是比不上CX5的 所以这三四万零级你除了买到 操控油耗还有精致感以外呢 这个CX5它其实也是 最有Quantifil的这个日系 刚才讲了两个对比比较大的这款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Honda CR-V了 CR-V的定位算是介于这个 X70还有CX5之间 X70专攻豪华的features 而CX5专攻操控及油耗 至于CR-V呢 它虽然都有这些 可是它主打的是空间表现 在价格方面呢 CR-V算是比较接近CX5的 它并没有X70那种高性价比 所以是肯定不用和X70相比的 至于在操控方面呢 它算是介于CX5和X70之间 虽然说没有CX5那种精准的感觉 可是至少开起来它的重型是比较低的 开起来也比较像是轿车 同时又可以给你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这台车做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而在配备方面呢 其实它也不会输太多 首先它就有拥有完整的 先进主动式安全功能 不过它最大的强项 还是我刚才说的 也就是空间了 它的内部空间运动得非常好 符合了Honda 一向来所需求的 man maximum machine minimum的诉求 如果你是要买来载小孩 载家人又或者是时常载东西的话 它的这个尾箱空间 绝对是非常够用 非常适合家用 上面我觉得它扮演的是 典型的这个日系车的角色 也就是配备舒适空间都具有 很多老公一开始在买这个SUV的时候 其实是要选择CX-5的 可是到最后都买CR-V 原因就是因为老婆大人 看了CR-V的这个空间表现过后 就选择了CR-V Nissan X-Trail 是目前市场上 优惠比较多的一款SUV 也因此在性价比方面 它算是比较可以和X-75 过的一款SUV 配备方面也算是完整 包括导入的这个 先进主动式安全功能 它也是唯一拥有7人做选择的 其中一款C-Segment SUV 我就看到蛮多补习老师都会选择这款车 可以载小孩平时又可以兼顾到家用 同时又能满足到很多人喜欢的这个高视野 和前面三辆的这个SUV相比的方面呢 它这个整体表现是最均衡的 操控方面和CR-V相似 比较接近轿车 可是又能够兼顾到这个舒适性 Forester 森林人 这一款SUV它的操控其实相当接近CX-5 主要是因为这个重心低的关系 那它搭载的这一具Boxer引擎 虽然没有涡轮增压的加持 可是动力表现还算是不错 重点是它的油耗表现非常的深油 加上它的这个空间表现也是非常的厉害 整个就很大的感觉啦 你要拿来载货也好 做人也好 都很实用 你不要给这台车比较粗犷的外形骗掉 其实它在拥有接近CX-5的操控之一 坐起来也是很舒服 而且重点是它拥有这个轻度越野的能力 虽然它搭载的是CVT 又没有这个卡车的底盘 可是它有SUVARU引以为傲的 这个Symmetrical AWD全驱系统 所以就算它采用的是轿车式的底盘 但是 还是能表现出一些正统SUV的轻度越野能力的 基本上应对一些路况比较差的路段 又或者是拿来做载货啦 这个Forester 它都是能应付的 相比起刚才那几款 家用型的这个SUV的 它们就比较不适合了 在配备方面 Forester 它的这个 诚意也是相当的足够 包括导入了这个 i-Sight 先进主动式安全功能 而且这个i-Sight 它的准确度还蛮高的 最后一辆也就是整个设定还是比较偏向硬派SUV的 那就是Perodua ARUS 的 这辆车我个人是觉得 除了CX5 以外 最为亮眼的其中一款车了 如果我没有跟你讲它是1.5NA 的话 但看这个外形 哇 LED 头灯 哇 这个尖锐的外形 整个就是帅玩 不过动力方面就数啦 哎呀大哥 7万块你想怎样 快不了都骗得了你啦 ARUS 采用的是这个 Semi-Leader Frame 的底盘设计 所以它其实不是拿来抛块 而是拿来做载重用途比较多的 也因此呢 原厂就给了你一个1.5NA 的引擎 其实也算是蛮细心的啦 不过这辆车虽然是粗用心 可是在配备方面还是相当有诚意的 像是有6个Airbag 然后还有这个ASA 先进主动式安全功能 包含了这种什么 自动紧急刹车式的功能 Traction Control 也有 包括这个1.5NA 的引擎 其实也算是一个安全设计的啦 不要给你跑这样快 它也是除了Azure 以外 另外一款有7人做的SUV 重点是它还能载重 而且讲着的啦 其实你开的算是一台Toyota 有耐用 耐操 有实用 虽然它并没有这个全驱系统 可是因为它的底盘设计 所以它还是能够应付一些 比较艰难的路段的 所以在Gampong Area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就买这个Azure 重点是它还是一辆 real wheel drive 的SUV 再cup up 放一点水 搞不好它还可以漂浴 那以上就是我们所推荐的 这6款SUV了 这一期的这个节目 介绍方式有点不一样了 我们主要目的其实是要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如果你是从轿车换去SUV 然后你对这个操控又有一定的要求的话 好像我之前就有访问到一位Persona车主 它是从上一代Persona 换到这一代的Persona 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对这个驾驶乐趣有要求 如果你是这种人的话呢 那我们就建议你去看一看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种轿车型的SUV 如果你的主要需求是载人或者是载货的话 那你就看一看这些硬派的SUV 忘掉操控吧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这一期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以及最重要的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